大概讲了那个总共就是逻辑的部分 然后转成VP 这个部分另外我们有举一个例子 就是用103这个范例判断数字跟非数字的个数 第一点就是说打开这个范例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们原始资料我先把它清空 这个A栏是原始资料 那原始资料里面也许你要分出你要的资料 那当然假设我们前面B栏跟C栏是数字跟非数字的个数 意思是说你帮我算算看 这个资料里面有几个是数字 有几个是非数字 OK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符合这个逻辑的话 那当然我们需要 那逻辑大概这样 第一个就是我必须一先把里面的字一个一个字的怎么样 把它做切割 就是说切出这个字 然后第二个就是怎么样 再丢给那个函数判断哪个内码的位置 那如果是那个Essale里面是用Core 如果VBA的话是用那个ASC OK这个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它因为VBA跟那个Essale里面的函数 有部分名称是一样 有部分名称不一样 这个地方刚好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字切出来 然后看它的那个ASCQ内码表的位置 那再来的话就逻辑判断 判断它是不是在47到58之间 那为什么是47到58之间 我前面上礼拜有讲过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云南白板里面这边有个对这个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其实就是网路上如果你搜寻那个ASC 这个关键字的话 那就会出现内码表 那这个内码表呢 如果我是数字的话 那一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就是在47以下 58以上 那并且会有个交叉 所以这边的话用AND OK 如果说你用 假设吧 你画的图假设里面有交叉 用AND连起 那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那表示一个数字 那我就把它加起来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我就跳过 我就不去把它算加一个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变成说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 就帮我加1 OK 那上个礼拜有把这个乘字写出来 所以我们分别 就是把这个 计算那个 是否是数字个数 不要按下这个 OK 它就出来了 那上个礼拜有讲 非数字的话都颠倒一下 另外留下 数字 另外留下英文 这个好像还没讲 所以这按下去 现在没有了 然后有个清除 那怎么样可以 把那个数留下 那其实我刚刚有把 那个逻辑 就是 我们的需求逻辑 讲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就是 把这个程式给 对应的程式给写出来 那我上礼拜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分两阶段来写 第一阶段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先把每一个字切割出来 所以也许你可以分两阶段 不一定说一定要急着一次把它写完 那这边的话 当然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针对其中一个储存格做处理 哪一个储存格呢 我可以先针对这个 就是Excel这个 第一个储存格 比如说我先要把这个资料 先把它抓过来 抓到这个数字个数先判断 那我要先知道它里面有几个字 那几个字主要就是要跑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就是从第一个字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个forJ J意思就是说第几个字 第一个字到哪一个 总共有几个字 比如说那当然如果是你这边 假设输入5的话 假设固定以后 当然有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里面的字都5个字 OK 可是如果不是都5个字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 用那个LEN去做判断 判断说这个字里面呢 到底有几个字 它算我5个字 所以这边会5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Nokia 这个里面有7个字 那这边就7 所以它1到5 或者1到7 那做什么呢 底下的话通常 以后呢如果我们写VB的话 很常会遇到就是说 一个回圈里面 回圈呢 forNets里面 通常会再加一个 那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逻辑判断呢 就是判断说 它的那个字 所以那个字的话 我们用MID去切割 第几个字 因为MID总共会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的字 E-Sale 第二个参数是哪一个字开始 我从比如说这个地方 如果是1的话 那就是先帮你切 切一个字 它会先抓1过来 OK 然后外面再包一个ASC 这个ASC什么作用呢 就是判断它的内码 比如说那个 我记得好像1好像是69 所以69 那它就判断说 这个69再过来 假设那个ASC回来就69 69是不是 那个 大于47 诶 这个是处 那是不是小于58 诶 这个是false 那M的这个逻辑一定是 两个都要为处才是处哦 偶偶是其中一个处就是处哦 OK 所以如果这个是处 诶 这个是OK是处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是false的话 那 这样子加起来也是false 所以false的话它会跳过去 它就不执行里面的帮你加1哦 OK 那这个里面的加1是什么 就是预设值0 表示说预设是没有 没有数字 那当什么时候帮你加1 当它里面如果是有数字的情况下 它会帮你累加 加了之后放在前面 加了之后再放在前面 OK 所以呢理论上呢 如果我执行这一行程式的话 我这边把那个 旧的资料先删掉好了 假设晴空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先执行这个好了 它会出现0 OK 那0的话呢 算完它就0了 那如果你今天把这个 列数把它改成3的话 那当然这边它会算完是3 OK 那目前的话我们只有做一个储存格 如果说要做全部的储存格的话 那前面讲过 你可以从这边 先enter一下 那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之前讲过的 for 空一个i 等于 第几列第二列 到底几列呢 第九列 那做什么enter 两下打一个nest 那意思就是说 待会帮我不只输出一个 是要输出所有的这些范围 那所有这些范围的话 你就大概说 我这个列数将来就是用i来带地 所以你可以把中间这一串 当然就是先加一个列数的回圈 把刚刚这一串呢 把它拖拉到中间 OK 拖拉完之后记得 把这边按个TAB键 表示说呢 它是在这个阶层 这个回圈里面去做执行的动作 那再来的话就是 让它呢每一个列 可以就是A2 A3一直往下 去做一样的事情 那另外输出的话呢 输出到B栏 反正就是A栏是资料来源 输出的话呢 是输出到B栏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就是 只要看到那个Sales里面的那个2 第二列就把它改成i列 OK 那这样的话呢 逐一逐一的 我们就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当然你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它这个地方呢 就做出去了 OK 那应该还有印象吧 上个礼拜的话 我有把影片录下来 反正记得啦 如果你要把这个学会的话 回去一定要多练习 像这种东西 以后一定会 经常性的出现 因为你工作里面 不外乎一定会有个回圈 那不外乎就是呢 你就是会有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呢 大家我前面讲过啦 不外乎就是一重两重 多重 然后再来就是 连击跟交集 大概就是这些 就足够使用了 那其他的话呢 非数字个数的话 其实是从什么呢 从那个 数字个数拿来改就可以了 其实就颠倒 你可以了 再把它复制一个 那改的方式的话呢 其实就刚好是 相反的方向 相反方向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ASCQ内码表 内码表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们刚刚的逻辑是 47向下 58向上 这边会有个交期 所以用AND 那假如说我今天的不是数字的话 刚好是这个方向 小于等于 等于47也算 小于等于47 而且是什么呢 大于等于58 那两边呢 没有交叠 重叠的地方 所以记得 那个 刚刚这边用AND 那如果说 你没有交叉的地方的话 记得用偶尔 所以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那个 非数字个数的话 基本上你把程式复制过来 那只要改 刚刚逻辑部分 第一个把AND改偶尔 OK 第二个的话 你把那个方向改一下 本来是大于 改成小于 加个等于 小于等于47 或者是 什么呢 本来是小于改成大于 大于等于58 那输出的话呢 本来是输出到那个 B栏 那我现在把它改成输出到C栏 所以其实再改这个 输出的位置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那个数字个数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要产生非数字个数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改一下 改个逻辑 改个那个 大于小于把它改一个方向 再来的话输出到C栏 其他都不用改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数字个数输出看看 诶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的话呢 输出之后的话 诶 它会自动帮你算完 OK 那这个Excel 就自动帮你算完 里面 没有 这五个字 OK 这个逻辑很简单 反正就是那个 ASCAL内码表 反正是在里面 那就是数字 不在里面 就不是数字 那顶多是说 会需要了解这个Counts OK 那其实这个Counts 主要的作用就是帮你累加 反正有一个就加一个 有点像一个计数器 这个变数呢 以后用的方式都差不多 OK 而且这一招 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以后如果你要算几个 你就要懂得加一个变数 让它去帮你累加 就加1 反正就有点像那个投票 1票 2票 3票 那它的作用一定是 原来是0 帮你加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也就是后面算完 丢到前面去 OK 所以程式的运行的方向 跟你以前学的数学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不要一直 用以前数学的那个概念 来学程式 有些地方不一样 OK 不是完全一样 这个概念大部分都是后面算完 再把它存回去 那这个变数 主要的那个作用就是它会改变 也就是你加完 比如说0加1 它存回去之后变1了 那也就是它那个数字 如果一跑一次就加1 1就变2 2变3 3变4 只要动一次就累加 输出刚好 最后这个抗子 可能加一次 加2次 最后5次的话 丢过来 刚好就输出5了 OK 那下一次因为它又归0了 然后它又加完又丢 OK 所以大概 呃 这样 请各位呢 把那个上个礼拜这部分 稍微再复习一下 因为这部分呢 非常的重要 未来 只要我们 会需要处理一些资料的时候 多半一定还是会用到回圈 一定还是会用到逻辑 所以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OK 那这一题更困难点就是说 它除了一个回圈之外 有没有 4J 它还有4I 也就两个回圈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未来啦 反正资料的处理 大部分都是大概 从类似的方式去做一些改变啦 所以其实这些基本语法 恐怕你一定要熟练 比如说你逻辑想出来了 你要把那个程式 对应的程式码也给想出来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以后要处理资料 就会是一个问题 基本上回圈一定必然 因为范围这么多嘛 反正以资料库来看 或者是以资料来看 反正一定是纵向的 里面的哪个资料 你要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做什么 处理完之后再丢回去 结果 也类似像这样的 我想工作里面 比如说你处理一些报表的话 多半也是这样的 把那些资料捞过来 丢到你报表要放的位置 一个一个帮你把它放进去 你最后就产生你要的报表 那图的话是根据 报表所产生的那个 data 去画出那个图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 那个 你要产生快速产生报表 当然就是也是类似 有这样的逻辑 就是要把资料先准备好 你才有办法产生报表 跟后续的画一些图 像比如说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 比较困难的 还是要产生前面的 data 你如果那个 data 是乱七八糟 一个raw data 他很抱歉 没办法 他未给他 他也没办法 产生你要的报表 所以 关键点还是 做一些处理 是要丢一些资料 刚好是枢纽分析表 他能吃的格式 他才会帮你把你要的结果 给显示正确 不然的话 很抱歉没有办法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这个部分 稍微复习一下 那后面其实还有 就是如果我不是算几个 我是要留下数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就把资料分割 那分割不是按照 他哪一个字到哪一个字 而是按照他的类型 他是数字呢 还是英文呢 还是中文 我就分别 把他需要的类型的资料 把他留下来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那其实呢 如果你 其实主要还是第一个 所以 苏这个苏那个 如果你会的话 后面其实都是用改的 从哪地方改 从第一个来改就可以了 可以拿第一个来当犯 会得到 不然 那 那 到 要 把 其他人 放到